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當我剛信耶穌的時候 我常常就在思想一個問題 就是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園 然後我就想說伊甸園裡面有兩棵樹 一個叫做分別善惡的樹 另外一個叫做生命樹 所以神就准人吃生命樹 然後不准吃分別善惡的樹 所以祂每天吃著生命樹 然後看分別善惡的樹 然後好想吃好想吃 有天終於忍不住就吃了 然後就犯罪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概念 這原子裡面有非常多的樹 你看後面我們的背景這麼多 這些樹我告訴你 伊甸園絕對是它百倍的豐盛 因為神說它是一個滋潤的豐盛的原地 上帝的豐盛是你的豐盛的超級千萬倍 好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經文請看 也不是經文了好 這是我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如果我想要搞清楚這個問題 伊甸園大概有多大 當然我們現在找不到伊甸園 所以我們要假設 然後再來伊甸園的問題是 下一頁 來 伊甸園會有幾棵樹呢 我們要仔細去思想這問題 你就會發現 其實這一切跟我們想的都不一樣 我們再看下一頁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讓我們先用聖經 來做我們的根基 請一請念 所以你知道嗎 原子裡面有兩棵樹 生命樹跟分別善惡的樹 不是告訴你有一個叫善樹 一個叫惡樹 是一個叫生命樹 一個叫分別善惡的樹 而且人根本還沒吃到生命樹 人一直在吃別的樹 而且我們繼續往下看你就知道 這四條河來 第一道名叫比遜 就是環繞哈菲拉全地在那裡有精子 並且那地的精子是好的 第二道河名叫基遜 天啊 我覺得為什麼一個是比叫遜 一個叫做超級遜 基遜 沒有 其實剛才真的只是翻譯問題 第一道跟第二道 OK 第三道名字叫做底格里斯河 第四道叫做佑法拉底河 你會發現兩個比較遜的河現在找不到 現在只有那種聽起來比較厲害的河還在 第三跟第四 好 我們再看下一頁 你知道底格里斯河跟佑法拉底河在哪裡嗎 這是伊拉克的地圖 你看到我們的底格里斯河跟佑法拉底河 就是所謂的兩河流域 好 我們來假設一件事 伊拉克大概有43萬平方公里那麼大 我們假設伊甸園跟伊拉克一樣大 我們想說真的嗎 伊甸園搞不好很小啊 搞不好是像228公園 或是像大安森林公園一樣大 我告訴你 不可能的 我們再看一下一頁 你看這是世界地圖 如果神創造了這個天地 祂要安一個原子給祂所愛的人 而且裡面是豐盛的 你認為 你看到中間喔 中間那個紅色的部分是伊拉克 假設伊甸園就這麼大 你覺得會不合理嗎 這麼大的地球 安一個這個才比例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地方 當他孩子的住宿當一個原子 我覺得一點都不過分 所以我們這個假設 我覺得不是太過分 所以我們假設伊拉克 就是跟伊甸園一樣大 我們假設齁 我們再看下一頁 OK好 所以按照這個算法呢 伊拉克有43萬平方公里 一平方公里可以 可以中16萬6800顆樹 這個算法是從我們台灣領務局算出來 所以簡單說 伊拉克這麼大的地方 伊甸園可以有730億顆樹 有730億顆樹 我們看下一頁 所以假設你一天我給你吃七顆果子 七顆果子不過分嘛 你一天可以吃幾顆果子 你可以吃七顆蘋果嘛 一餐 一餐 不可能嘛 七顆柳丁你不一定吃得下去 對不對 七顆西瓜你保證吃不下去對不對 好嘛 就七顆葡萄有點少 但是你可以混合吃不同吃 所以我抓七顆我覺得蠻合理的 一天三餐21顆 你不准重複 從第一顆樹吃到最後一顆樹 一年365天吃21顆 一年365天吃21顆 每年是吃了7665顆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樹都吃完之後 要吃9511234年 簡單說我們看下一頁 你要950萬年才吃得到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如果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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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如果亞當夏娃是覺得他吃膩了 覺得受不了彩虛吃 還要吃950萬年 而你知道嗎 我們看下一頁 730億棵樹 950萬年隨便你吃隨便你玩 你重複吃 你非要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這個才叫做罪 你懂了嗎 上帝不是給你一個 你很難堅決受不了非選不可 沒有辦法忍住的罪 是 這真的是罪 950萬年730億棵樹 你還要飛去吃那一顆 唯一的一顆 730億分之一的那顆不可以吃 這個叫做罪 你了解嗎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不用覺得上帝是個很小氣的神 上帝是個豐盛的神 祂會給你豐盛 而在那裡面你也不會那麼容易 就是隨便怎樣 祂就要定你的罪 祂不再定你的罪了 你在新約裡祂不定你的罪 祂來赦罪 祂給你一個全新的生命 所以轉向祂吧 祂來赦免你 祂給你一個全新豐盛的生命 讓我來為你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 我祝福我們這裡 每一位弟兄姐妹 每一位聽到這個故事的朋友 上帝給你極大的豐盛 祂非常非常想要給你豐盛的生命 並且讓你把這個豐盛 傳給世上每一個人 因為耶穌基督來 天父既把祂所的愛子 耶穌基督白白的賜給我們 且不也把萬物和祂一同 白白的賜給我們 祝福每一位來認識耶穌基督 也真正知道我們有罪性 我們即便被稱贏 我們人就有罪性 而神赦免我們 我們有一個全新豐盛的生命 每一個人只要願意都可以領受 奉耶穌名祷告阿們